接着来看到交通部观光署 华东纵谷处主办的纵谷园游会 部落石乐园 24日起一连两天 在复礼的罗山游客中心盛大登场 部落石乐园从2021年开始开办以来 颇受好评 而活动的主题年年推陈出新 今年则是以疗愈为主轴 为部落石乐园开启新篇章 不论是歌声 还是美食饗宴 或者酿酒藤鞭 草莹灯DIY体验 2024年的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 借着来自部落产业文化的力量 守护花东自然大地 也疗愈每一位到访旅人的心 部落石乐园 赞 部落石乐园从2021年开办以来颇受好评 活动主题是年年推陈出新 今年以种子为概念进行设计 从空间布置 场域氛围到活动概念 都呼应了今年疗愈的主轴 并且设计的限定野宴 选评设计摊位 三野舞台为部落石乐园开启了全新篇章 这个地震还有天灾确实是这个我们能够进 能够进就是无可避免的情况下 我们在灾后的护原还有振兴的部分会加把劲 除了政府的这些补贴之外 我们也会一直在做这个扎根的动作 也就是说我们湖岛 还有一般的推广 还有把我们花东目前安然美好 还有很多都是很正常的旅游的形态 然后持续的推广给我们国内 还有国际的观光旅客 欢迎大家来台湾 也来花东旅游 交通部观光署华东众馆处主办的 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 24号起一连两天 在富里洛山游客中心省大登场 中共有30多个部落参与投入 专现自己部落传统产业与饮食文化特色 吸引近千人到场 体验感受纵谷部落产业的魅力 那我们游会就是一个平台 也是一个成果展 那经由我们的湖岛之后 我们会在这里呈现 那也会希望邀请其他愿意参加 这个做观光发展的这个部落也来观摩 那除了这个 游泳会是个成果展 惠尔也是个橱窗 我们也邀请了旅行业者 还有一些公共协议的团体来参观 惠尔能够做这个行程的串联 也就是除了活动之外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这个重谷园游会 这个场域是一个缩影 那其他时刻 我们也欢迎大家到 做其他到部落做部落客 不仅是花东重谷 各部落产业的展示橱窗 来到十类园的游客 在各项体验中放松身心 用各类美食疗于自我 经过好好的充电后 得以继续发光发热 面对未来的一切挑战 记者是玉兰复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光树